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细光滩奇长十四 定峰夺五,蝴蝶一,浮双虫一 潮溪四红镇上方奇长二十九 定峰夺十,蝴蝶一,浮双虫三 潮溪九,明朝一条龙1.1乘肖三全收集 任务定峰夺其长相宝箱浮双虫潮溪至细生蝶蝴蝶 我们这一期视频是 乘肖三一条龙全收集的视频 这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先来到细光滩左边这个锚点中苏信标 过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这里有三个,这个是什么东西 香酥给大家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把这个树桩砍掉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基准吉长箱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个桥的桥头 这里是一个定峰,定峰什么玩意儿啊 夺,定峰夺,应该是念夺这个字啊 好,然后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 桥走过来,我们左手边这里 低头,在下面这里有一个木质平台跳下去 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辅数奇长箱 捡起来之一个辅数奇长箱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抬头 上面那个木质平台啊,又是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朴素奇长箱啊,这边爬一下 好,在这个平台这里拿到这一个朴素奇长箱 拿到这一个奇长箱 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这个石头往上爬 爬到上方 爬上来之后在 西方向偏北 西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跑过来 这里是一个可疑的宝箱 摸一下啊,这边会出怪 把怪清一讲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箱 拿到之后再把飼料转到东北方向 低拖右上角这边跑过来 这里掏出一个枪手决策啊 上面这一个定峰夺 打一下啊,拿到它 拿到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低拖右边 这边这里有一个辅数奇长箱 过来直接开启,电驴屋 开启这一个奇长箱 再往东北方向低拖右上角这边走 这边在对岸有一个潮汐之一 好,过来我们把怪清一讲 好,清完怪之后我们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再继续往东北方向低拖右上角这边走 好,在前方海岸边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 来把这只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预备,拿到这一个奖励 再往南方向低拖下方 南方向低拖下方这边走 前方有一个跃迁器 好,过来站上跃迁器 好,接着把我们弹过来 弹过来在我们前方这里是个柱子 这个柱子的话我们把它踩高一点 再踩高一点 好,踩高两侧 然后再往南方向低拖下方这边走过来 这里 这里的话 这里中间这一个把它踩低 好,这样那个保鲜就会解锁了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西方向低拖左边 这边有一个基准起藏箱 捡起来 好,然后再过去东南方向低拖右下角 这边跑过来把这个解密的箱子拿到 拿到之后东方向低拖一遍 走到悬崖边低头 再往我们北方向 左手边北方向低拖上方这边看 然后这里一个朴素起藏箱 继续 捡起来这一个起藏箱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低拖左边角 我们先爬上去 爬上来 西南方向低拖左边角这边走 走到这边悬崖边 然后再往南方向低拖下方 这边走过来 在这里有一个基准起藏箱 我去去去 捡起来这一个起藏箱 好,拿到这一个起藏箱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低拖下方这边继续走 好,这里跑过来又是一个朴素起藏箱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再往西方向低拖左边那边tach 最下面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低拖下方 这边有一个定峰夺 掏出一个枪手角色 直接打一下 好的,然后我们再回头往东北方向低拖右上角边走 好,走过来前方有一个定峰夺 这里打一下 好,打完的定峰夺 北方向低拖上方这边跑过来 前方有一个潮汐之一 好,来清一下怪 好的,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 传送回到西光滩左边的中枢性标 好,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马上爬 好,爬上来 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 这边这一个 这个什么 拱桥 石头这个拱桥 上方走 上面这里有一个朴素奇长象 背负 捡起来这个朴素奇长象 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边往来跳 这里这个木桩上面有一个 细身碟 好,它到位之后在旁边这里有一个 激光解密 激光解密啊,站上右边这个把它拔高一点 这里稍等一下就能拿到这个杆箱了 好的,拿到这个奇长象 然后再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出来 走出来 左手边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前方有一个木桥 在木桥的右侧 这边你个朴素奇长象 挑起来拿到它 卫与琼毛 拿到这一个朴素奇长象 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我们爬出去 好,着地放爬出去 好,那爬出来之后在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有一个石墙 在这个墙的背后 墙的背后这边是一个振手枪啊 来清一下怪 好,切换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象 拿到这一个奇长象 再把飼料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里跑过去 这边套出一个枪手角色啊 打一下啊 诶,这是什么玩意来的 然后往上爬啊 这边可以顺手先把一个定峰刀拿到啊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爬再爬上去 上来这个东西打一下 打完之后北方向地图上方跳下来 回头把这些大石头打开 里面的这个东西打一下 好,然后把这边的怪啊 这边的一怪 诶,把这些怪给它打掉 好,这边清完怪之后 我们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浮双虫 这个浮双虫我们从旁边啊 稍微绕一下跑到它 跑到这边另一这一侧 跑到这一侧 然后再回头 掏出枪手角色 诶,他一下 诶,他一下啊 然后就能给它 就能打掉了 那打掉之后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这里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 大家拜拜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诶,细光探右下角这一个锚点 好,到这里之后 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套出枪手角色 这边这一个浮双虫打一下 好,拿到它这个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上爬 墙这边,墙这里 然后按爬 爬上来这里有一个朴素旗塘像 捡起来,哦,被我啊 捡起来这个旗塘像继续往上爬 东北方向地图爪脚这边往前走 好,这里是一个潮 潮汐之仪 我们来清一下怪 这张怪来开启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南方向地图下方 从这边走 好,做到悬崖边 然后低头 这边跳下去下面有一个打怪的挑战 好,来做一下 好,条件完成 拿到这个精密奇仓像 拿到这个旗塘像之后 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到悬崖边低头 这里有一个朴素旗塘像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朴素旗塘像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这里直接跳下去啊 跳下去往下面走 好,那这边有一个木桥 在这个桥的底下 桥的底下 先跳下来啊 桥底下这里有一个基准旗塘像 继续布 捡起来这个旗塘像 那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游过来 瀑布旁边这个平台上啊 这里有一个朴素旗塘像 你可以不许去取 好,那捡起来这个朴素旗塘像 我们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上爬 这里稍微往左边一点 爬上去 好,爬上来正前方这里有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我们往我们右手边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过来拿这个控物 好的,拿到再回去给它炸开 里面一个基准旗塘像捡起来 我捡起来这个旗塘像 然后在刚才那个死 刚才控物这里 抬头上面这里我勾着勾上来 勾上来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有一个定峰夺 哦,哎呀,拿到 拿到它之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往上爬 好的,这边爬上来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来清一下罐 好,那我们清完罐之后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这里有一个定峰夺 A一下 好,接下来在旁边这里是一个 这叫什么鬼来的 虎双虫 A一下 拿到它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贴着海岸线 贴着海岸线走 这边走过来前方这里有四个冰柱子 把这四个冰柱子给它打了 哦,这里会出几只怪 把这一块全都清掉 好,那清完怪之后这里出现一个精密奇长相 捡起来这个精密奇长相 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往上走 好,上来这边有一个打怪的挑战 来打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精密奇长相 拿到这一个奇长相 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岸角 这里是一波怪啊 禅心慧 好,来清一下去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相去 拿到这个奇长相在旁边这里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这里有一个定封夺 应该是我打怪的时候 刚才打怪的时候 不小心A了一下 给它拿掉了 那这边拿到这个定封夺 拿到之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跑过来 这里把正前方这个柱子给它踩高 好,然后是西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 这边这个给它踩高 过来把这个柱 这个 这个是什么回来的 给它打了 好,然后稍等一下 拿到这一个奇短奇长相 拿到之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上去 拿一下 就柱子上啊 拿一下这个定封夺 好,这里拿到定封夺 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下走 走到悬崖边跳下去 好,这里是一个 潮溪之夷 好,清一下块 好,那清完块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溪之夷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再往南方向 南方向地图下方 走到悬崖边接跳下去 好,在前方这里有个瀑布 这边有个瀑布 在瀑布的旁边 瀑布的旁边 这边石头 水里啊 这里有一个朴素奇长相 捡起来就一个朴素奇长相 我们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岸角这边走 这里在悬崖边 这里有一个小平台 这里是一个朴素奇长相 捡起来 捡起来是一个朴素奇长相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右岸角这边有一个桥 这边有座 好,这边桥的 上面这里有一个定峰夺 打一下 拿到塔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 南方向地图下方那边跳下去 从桥上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那边跳下来 跳下来 这里也会触发一个任务 我们把怪青一掌 好,这里有 我们再把四条 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 这边走 这边游过来 这里有三个冰柱子 把这三个冰柱子给它打了 好,打到会出现一个基准奇长相 拿到这一个基准奇长相 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好,那从我们右手边这里爬上去 好,那爬到这个平台 这里有一个朴素奇长相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 不要跳下去啊 绕一下绕过来 西方向地图左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往上爬 从这里爬上来 这里是一个朴素奇长相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再跟着任务指引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跟着任务指引走 好,来清一下怪 好,这里清完怪之后 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 一共是三波怪 这边是第三波 好,这里我们把这个 点击查看啊,这个笔记 好,稍等一下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 直接打开地图啊 传送到旁边的中枢信标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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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种线程的内装 ! 十准够了 小词 是最后一集的 大小词 好,这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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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掰掰